兄弟们,今天我们继续玩龙之冒险 这款整块包呢,我经过了6个小时的体验 总体来说前期确实比较磨叽 因为我们要按照主色任务走来发育好多东西 那么这期视频呢,我们还是按照主色任务走 喜欢龙之冒险的兄弟们,咱们千万不要忘记点赞以及关注 点赞越多,我更新越快好吧 没想到吧,在这个生存中呢,还可以制作木质装备 完成了以后呢,也有任务奖励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主色任务该发展什么了 不如就先做一把弓吧 铁制弓非常好做,一个皮革加四根木棍 我们先制作几个手柄 这样的话,铁制强化长弓,我们就制作出来了 除了铁装备,前期我们还可以制作重铁套 只是这身装备呢,会减少我们的移动速度 况且它这个材料合成呢,也是非常扎实啊 居然都用到的铁块,我觉得先没必要做 接下来看一下这个探索遗迹 介绍呢,你们自己简单看一下 在这里呢,有一个原地升空的小妙招 使用打火石在一个方块上点火 然后我们手持滑翔伞跳上去 就可以做到原地升空 就比如探索我昨天遇到的天空之城 或者是主持人的廖望塔 这个方法我们都可以使用 除此之外呢,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将人之路 这个呢,是关于Tetra模组的一个使用 好多人愿意称它为小将魂 这个模组呢,我也是第一次接触 后期的话,咱们稍微研究一下再使用 前期我一直做任务,好像用处也并不是很大 但是呢,我们先把这把试锤给它做出来 合成方法也是非常的简单 总算是可以打打怪了 这个任务名字叫杀身成人 击败僵尸骷髅蜘蛛苦力啪 现在呢,刚好是晚上 我本想挖个洞在等待僵尸或者是苦力啪蜘蛛的到来 没想到这晚上主世界刷新的怪物还真少 等了好几分钟一只都没有过来 这样的话,我记住一个不得不主动出击 据说这个整盒包还有什么突变生物 可是给我的感觉这个晚上为什么这么和谐呢 但僵尸小白蜘蛛都刷的很少 更别说什么突变生物了 难道这个生物也会随着时间天数的增长 难度也增长吗 有知道的大帅兵兵麻烦告诉我一下啊 轻轻松松解决了两只僵尸 然后紧接着再打死一只苦力啪 可是就在我打得正起劲的时候 你们看看,寻来了 幻翼 由于咱们受七昼之界的影响 晚上呢,不能睡觉 这幻翼出现的也实处正常 谁知道它居然是一只精英怪 一个火球就砸在了我的身上 背包里没有水桶这个情况 你说咋着 只能是靠近萤火等待火箭熄灭 然后来给我回血 谁曾想,它这颗火箭球呢 威力真是不错 论持久性的话,绝对是No.1 在回血的情况下 我还能嘎啦 确实是在我的意料之外 第二天一大早出来砍了几棵树 由于我家门口呢 这杂草是非常高啊 几乎可我一般高 在砍树回家的路上 我发现了这么一个大洞 我在我家地底下疯狂挖矿 也没挖到这么多铁矿和钵矿啊 今日外出 由此发现不失为一件好事 咱就说这还费什么话呀 赶紧下来挖吧 在大洞内呢 整整挖了一天 收获呢是相当可观呀 看看背包就知道了 铁矿、煤炭和钵矿 完了一堆呀 可是只有这些矿物 肯定还是不够 接下来我们还需要钻石 来完成一些任务 又到了晚上了 击杀任务还未完成啊 我估计这个幻衣 应该是作者设定 每天晚上必来两只幻衣 一直是精英怪 一直是普通的幻衣 他这个小火球呢 也确实是有点东西 出其不易 我掏他猴子这也行 昨晚刚领见了火炎弹的威力 这次我可不能再翻车了 幸好家门口有条小水沟 可是你就怀疑 你还补刀你是几个意思 坏了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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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完了 完了兄弟们 完了 滴滴血 完了 哎 什么叫极限逃生 啊 该说不说 玩了就是心跳 家门口的野草实在是太高了 必须得想办法给它清理一下 这样的话 晚上打打怪的话也方便 女仆 之前我说过不太喜欢用 但是你万一遇到个啥事之后啊 我觉得这个女仆呢 还是比较适用的 给她一副盾牌 还有一把铁剑 别的应该也就不需要了吧 找到一个传送石碑 就可以奖励我们一个传送石 这边买卖我感觉非常的划算 传送石碑 我们家里有拿起来就OK了 不说别的 就这个奖励真的是无脑给啊 全靠白嫖 不仅如此啊 甚至找恶龙呢 也不需要我们自己找了 手持龙之眼 右键以后 他就会自动寻找范围500格以内的龙 不管是在天上飞的 还是在地下躲着的 我们都可以利用龙之眼来找到他 领了这个奖励 我们还得到一把剑 它的名字叫勇士之剑 比我这把铁剑要稍微好一点 不过呢也可以附魔 好了 非话少说吧 再次来到矿洞呢 这次我的目标是钻石 有连锁采集的情况下 我觉得挖钻石呢 并非是一件难事 甚至可以说是易如反掌 矿洞内怪物也并不算很多 还是那句话 铁矿薄矿遍地都是 可是找到钻石呢 却不太容易 在这里呢 我要简单强调一下 比如啊 我打一只蜘蛛 正常来说 吊根线是非常困难的 但是在这个生存里 你们敢信吗 打一只蜘蛛 它最多可以吊七八根线 小白的剑呢 也是一样 啥四五六只小白 你就可以收集 差不多一组的剑 还是俩子兄弟们 所有物资都靠白嫖啊 做大伙伴 继续探索 魔源宝石 这种矿物呢 在主世界分布的不多 遇到的话 就赶紧把它挖走吧 后期呢用处很大 然而就在我挖矿的时候 我去 这是个啥呀 看上去像是一只大型蜈蚣啊 当时呢 我这丝毫不敢犹豫 拿上石头就把鹿给堵了起来 坏了 堵不住 如此大的一只蜈蚣 一格居然也能钻进来 洞穴蜈蚣 血量三十五 太残暴 看来这矿洞啊 不是不危险 使我没有遇到大型怪 来吧 死亡回家以后呢 天也亮了 我爹爹在我家周围呢 稍微探索一下 现在我们也有了铁装备的 天空村庄呢 也可以参观一下了 先来到天空村庄 隔壁的瞭望塔 宝箱和传送石碑呢 简单给它收一下 然后我们利用滑枪伞 直接飞过来 看了一下主算任务 让我们做附魔台和书架 这不刚刚好吗 这么多书架 肯定够我回家制作书架了 城庄内的宝箱呢 也非常的富裕 各种装备武器 样样都有 不得不说 还得是俩字啊兄弟们 全是白条 在这里我还遇到了一名图书管理员 他交易的附魔书 居然是一个引雷 当时我突发起想 如此善待的村民 怎能不挑戏一下他 拆掉他的讲台 我们看看能不能得到一本 好的附魔书 哎 他干啥去 哦 原来是刚才我拆书架的地方 还有一个讲台 这样的话我就不担心了 只要变成图书管理员就OK了 紧接着再一看 我掏他好多子兄弟们 居然一下就得到了经验修补 你敢信 就这一波我说我欧皇 应该没有人反对了吧 天空之城的村民呢 我们也完全不需要担心他的安全 就把他放在这里 等我们以后有序了了 再过来找他 那剩下探索整个村庄呢 我就不啰嗦了 该拿的不该拿的 我都拿回家了 晚上回家以后呢 继续下矿洞 哎 全新的矿石 介绍一下蓝金矿石 挖完之后 他会给一个提示 这种矿石比钻石稍逊一筹 也就是比铁好 比钻石还要差一点 同样他也可以做装备 也可以做武器 最后呢 我也总算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吧 在挖坏了30多把石稿之后 总算是第一次在这个生存中 找到了钻石 那就行了 本期视频呢就到这里吧 前期呢 我们是必须要按照主线任务走的 那咱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